然后就拿至少七颗饭 窗户打开 这样就好了 好不好 在飞机上坐飞机也是这样 那块面包也是素的 拿起来供养 捏一块 往椅子下面 利益众生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咒识 因为他们拿给我很多都是荤 有些冲算 我都放在那边 我也念 念完以后整个供养它拿去就好了 我们会念一个失禅食咒 最主要是悲心 我是念给整个飞机的人 不是管我自己 那飞机所飞过的地方 只被能念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 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三星总医院院长蔡建松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前求 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所得税申报 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 建议大家 善用网络报税工具 在家报税 安心防疫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 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木鸡犬阿郎 在山脚下 有一个小村子 那里的村民 家家户户都养鸡 他们习惯 将鸡散养在村子里 让他们自己寻找食物 奇怪 大公鸡 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 嗯 怎么没有看到它回来呢 阿郑 你在找什么呀 我家的那只大公鸡不见了 平时傍晚 它总是第一个回家的 今天 怎么这个时候了 它还没有回来呢 哎呀 阿郑 你没有去村口的那条水沟里找一找吗 啊 为什么要去村口的水沟找呢 我家的鸡 可从来不去那里的 阿郑 我劝你还是去看看吧 我家前几天 丢的那些只鸡 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是啊 我的鸡也是在那里找到的 走 阿郑 我们和你一起去看看 哎呀 这些鸡毛 就是我家那只大公鸡身上的 怎么会这样呢 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你难道不知道 我们村里的鸡 最近经常被不知名的动物 给抓到这里吃掉吗 是啊 我家的鸡都少了两三只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 我们得想想办法 明天我就守在这里 我倒要看看 究竟是什么东西 偷吃我们的鸡 为了一探究竟 阿郑第二天 便躲在了村口那条水沟附近 他等了整整一天 终于发现了那位偷鸡贼 哎呀 是狐狸啊 原来是你这个家伙在偷鸡 我们得赶走那只狐狸 要不我们的鸡 还会继续被它吃掉的 狐狸可是非常狡猾的 你这次在水沟里发现它 它就再也不会出现在那里的 是啊 我们平时都要工作 也没时间整天看着那些鸡啊 这下该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能养一只猎狗 该有多好 猎狗会对付那只可恶的狐狸的 我们村子里哪有猎狗啊 村子里的那几只狗 根本就不是狐狸的对手 而且一旦将它们散放到村子里 它们肯定会追的那些鸡到处乱窜的 我镇上堂哥那里有一只退役的井犬 最近它刚生了几只小狗 我去带回一只来帮我们对付那只狐狸吧 有井犬血统的小狗应该很凶 这样的狗不会咬我们的鸡吗 放心 不会的 井犬可是非常听从命令的 搞不好我们训练它一下 它还能帮着我们木鸡呢 我就听说过牧羊犬 木鸡犬还是第一次听说 就是嘛 让一只狗木鸡真是太离谱了 你们就等着看吧 没过几天 阿正便带回来了一只小狗 这只小狗具有狼的身形 虽然个头不大 但是灵活聪明 嘿 这个小家伙看起来很精明哦 看起来精明归精明 但它这么小能斗得过那只狐狸吗 就是啊 它这么小又不懂事 不会伤害到我们的鸡吧 怎么可能啊 阿狼可是非常听话又懂事的 阿狼 是啊 这是它的名字 我要带它先熟悉一下我们的鸡 先让它们成为朋友再说 那小狗木鸡 阿正它的想法可真怪啊 就是嘛 更何况这只小狗也根本没办法跟那只狐狸斗啊 算了 就让阿正试试吧 搞不好还真能管用呢 阿狼 你看到没有 那些鸡是你的朋友 以后你可要保护它们哦 你们不要害怕 我是你们的朋友 你们别害怕啊 阿狼是你们的保护神 它会保护你的 有它的保护 你们之后会更安全的 哎呀 公鸡 你在干什么 怎么可以捉阿狼呢 阿狼 它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别生气哦 阿狼 看来你真是一只天生的木鸡犬啊 阿狼很快便和村子里的这群鸡成为了朋友 每天它都会跟着这群鸡在村子里走来走去 保护它们的安全 哎呀 不好 有狐狸的味道 啊 猎犬 怎么回事 难道村子里已经有氧猎犬了 可恶 看来村子里真的有一只猎犬 为了一方万一 我还是先回去好 一连几个月 村子里的鸡再也没有被狐狸偷吃 而阿狼也一天天地长大 以它现在的体型 足以和狐狸斗上一场 可是这时候 村子里的一些妇女 却开始对阿狼产生了意见 阿正 你管好你的狗好吗 它现在的体型都这么大了 还整天在村子里跑来跑去 它会吓到孩子的 可不是嘛 这几天 我们村子里的那口水井里 出现了好多狗毛 它是不是跑到里面洗澡了 我看你还是把它拴起来比较好吧 对 你还是把它拴起来比较好的 拴起来 那怎么能行 阿狼还要保护那些鸡 不被狐狸伤害呢 我们村里的鸡已经好久没有被伤害了 我看那只狐狸已经离开这里 没有了狐狸 你的这只狗也就没什么用了 我看你还是把它带走吧 它现在长这么大了 要是伤到人了 可不好呢 对 村子里那么多孩子 它要是伤到孩子 要怎么办 阿正 你必须得把它摔起来 唉 好吧 迫于村民的压力 阿正只能将阿狼拴在村口的树竿上 让它在那里看护着鸡群 阿狼 我知道 那只狐狸是绝对不会跑走的 你一定要提防它 再次出现哦 我知道 把你拴起来 你心里委屈 可这也没有办法 我会慢慢让大家接受你的 阿狼 你先忍耐几天吧 好了 我要走了 这里 就交给你了 正如阿正所说的那样 那只狐狸 并没有离开这片山林 它一直在偷偷观察鸡群的情况 然后 再等待着机会 可恶 那只狗竟然还在那里 那里面躲着谁呢 怎么回事 这个家伙真警觉呀 这么远都被它发现了 嘿嘿 它被绳子拴着呢 真是太棒了 好大胆的狐狸 可恶 它一定是看到 我被绳子拴着呢 你们快跑 狐狸来了 快跑啊 糟糕 这下该怎么办呢 你这个可恶的家伙 赶快离开这里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对我不客气 好啊 你来呀 来抓我呀 看来我今天能美餐一对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不要叫了 那只狗救不了你的 哎呀 不好 它竟然把绳子弄断了 可恶的狐狸 我绝不能饶了你 哎呀 是狐狸 好大的一只狐狸啊 快来人呐 狐狸竟尊偷鸡啦 阿狼 阿狼加油啊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那只狐狸 那只狐狸个头可不小啊 他俩要是真打起来 阿狼并没有一定获胜的机会呀 哎呀 他们跑进山林里了 那里可是狐狸的地盘 阿狼冒然跑进去可不妙啊 是啊 他可别中了那只狐狸的诡计呀 快跟上来呀 嘿嘿 你和野猪出来了 就有你好看的 啊 他这是在干什么 哎呀 这里竟然有野猪 这头野猪 最讨厌猎犬了 嘿嘿 你就陪他慢慢玩吧 整整一天 阿狼也没有回来 大家在村子里 一直等到晚上 接近傍晚的时候 浑身伤痕累累的阿狼 终于回来了 阿狼 你没事吧 真是辛苦你了 为了保护肌 你伤成了这样子 真是难为你了 我相信 之后大家会相信你的了 阿狼 你真是好样的 阿狼 吃点东西吧 对不起 我们误会你了 阿狼 他现在 已经成为了一名 优秀的目击犬了 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